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个俗语 你却要对他们说 日子临近 一切的异象都必应验 从此 在以色列家中 必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 我耶和华说话 所说的必定成就 不再单言 你们这悖逆之家 我所说的话 必趁你们在世的日子成就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神透过以西节 对这些被掳之地的百姓所说的信息 他们都不相信 而且还出言讽刺 以西节说 你所说的这些异象 信息 随着日子一直的过去 都没有应验 所以日子延迟 一切的异象都落空了 他们认为以西节是在为言耸听 甚至是在山口上撒盐 我们都被掳了 国家遭此大难 不讲一些积极正面的话就算了 还讲这些乌鸦嘴的话 你这个是怎么样呢 你是巴不得大家更乱吗 因此呢 被掳的百姓 宁可继续存着一个虚空的幻想 去想象 在耶路撒冷 我们的弟兄姐妹 一定每一天迫不及待地 想要营救我们 要想办法跟旁边的埃及啊 旁边的菲利士啊 旁边的一些国家结盟 然后来打败巴比伦 把我们带回耶路撒冷 但是我们透过第十一章 就已经发现 其实在耶路撒冷那些人 才不想让他们回来呢 因为他们一回来 这些好不容易 才从社会的中间阶层的 社会地位的人 他们因为上层社会的人 都被掳走了 他们才有机会起来做领袖 如果救你们回来 我们又要被你们管理了 我们从你们手中所 抢过来的财产又要还给你们了 我们怎么会希望你回来呢 所以这是一个怎么样 被掳之地的人 他们一个虚空的幻想 第二个呢 在被掳之地的人 经常喜欢听一些假先知 所说的假预言 很快你们就回去了 我们的神必帮助我们 宣告 我们要宣告 积极正面的宣告 这个神必定要得胜 神本人就会得胜 但神得胜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帮助他的义人 去打败仇敌 这是神的一种得胜 但神还有另外一种得胜 当他的百姓犯罪 玩梗悲逆不听的时候 神就容许他的工具 包含像巴比伦这些 就是耶路华的工具 来刑罚审判 耶路撒冷 这也是神的一种得胜 因此呢 在这边 耶路华就去跟以西节讲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喜欢讲那句说 日子延迟 一切异象都落了空 这句俗语 我要让他停止 你反而去告诉他们 日子临近 一切异象都必应验 你也让这些百姓们 知道一件事情 我不会再容许 虚假的异象 跟奉承的詹谱 继续在那边大行其道 为什么会有奉承的詹谱 很简单嘛 就是说 他们都知道这些被掳的人 喜欢听积极正向的言语 所以呢 这些假先知 就故意的讲一些假预言 顺着他们的毛来摸 让他们得到一个虚假的平安 弟兄姐妹 我们透过以西节书 耶利米书 以赛亚书 都看到好多假先知 今天有很多 要让我们警醒 留意的假预言 或是一些 不是从生来的 但是为了奉承你 讨你欢喜的 一些假托 从圣灵来的感动 这个都会麻痹你 让你不去正视 你生命的问题 不去正视 为什么神 要这样子来管教你 因为管教我们 不是目的 管教我们是手段 目的是要让我们 悔改 重新归向神 26节 耶和华的话 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的人说 他 就是以西节 他所建的意象 是关乎 后来许多的日子 所说的预言 是指着 极远的时候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他们在讽刺 以西节所说的 不会应验 就算会应验 也是很久 很久 很久 很久以后的事情 久到 几乎不会发生 28节 所以你要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的话 没有一句再单言的 我所说的 必定成就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果然 耶路撒冷 六年之后 完全被毁灭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求你联名我们 我们的耳朵 喜欢听奉承 我们的詹谱 和虚假的意象 因为这样是 可以使我们麻痹 逃避 去面对 我们生命真正的问题 以至于我们 落入你的管教 却没有从当中 得益处 使我们白白受苦 毫无收获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让我们 对你有一个 正确的心态 就是主 你做任何事情 在我们身上 其实都是为了 我们的益处 有时候 忠言逆耳 求主 赦明我们 你会透过一些 真正关心我们的 属灵的同伴 属灵的领袖 来向我们 做出 合乎真理 和爱心的提醒 求主让我们 有当听的耳 懂得分辨 才知道怎么样 是回到主面前 一个康庄的大道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愿神 赐福大家